食用的盐是60克 先去皮 好,这个盐60克 盐尽量不要放太多 可以少放,但是不能多放 多放就会咸 好,那么调量就放好了 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要是这个汤是 刚刚熬出来的 还是很很烫 这样放的调料它会自动融化的 如果大家如果放的是冷汤的话 一定要把它烧开 烧开才好 那么在最后 顺便讲一下这个汤的保存的方法 那么 当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它 是热的 不能是凉的冷的 如果冷下来的时候,这个汤会变酸 而且大家当天如果用不完的话 过月也要把它放在炉子上 让它保温 在炉子上保温 如果嫌麻烦的话 也可以买一个保温筒 不锈钢的那种保温筒 盖得很紧的那种 放到保温筒里面去保温 只要它温度还够高 就是六七十度 这样子 它就不会容易变味 不容易变酸 所以说一定要保持温度就行了 六十度以上 这样子 那么一般做生意 都是放在煤炉上 一直保温的 那么我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可能大家刚刚用这个行 做吃的 不知道 那么我拿一个 我这个 这里是一个炉子 是这样的一个炉子 那么这个炉子的话 是蛋炉的 保温的话,只需要用这个蛋炉就可以 如果用 熬汤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用这种 三个炉子的 来熬汤 三个炉 熬多的话 用煤 煤球来 来熬 这样好一点 划算一些 这炉的话 厨具店都有卖的 然后这煤 煤球不知道在哪里有卖 可以问一下厨具店的人 他都知道 可以去菜市场那些干货店 都问问 他们都有那些联系电话 希望他们就可以找得到 哪里买的 就是煤球 好了 好了 那么这个汤就 说到这里 哈 有什么地方 都在这边 都在那里 都在这边 一个 要不要 很难 有什么地方 都在那里 都在那里 都在这边 接下来是葱油的熬制 那么做葱油也叫香油 那么做盐味汤粉也是少不了这个油 味道也挺香 离不开 那么介绍一下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的话是一个是香葱头 一个大蒜头 蒜头买那个不好皮的也可以 市场不好皮也行 我的习惯是买这种 回来自己拍一下就容易好切一点 然后这个香葱头是有两种 只需要用一种就可以了 因为它有两个品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方便大家去菜市场买的时候 很容易辨认这样子 那么这个香葱头的话 它是跟那个洋葱差不多 因为它是比洋葱小个一点这样子的 其实它就是小洋葱也可以这么叫 但是按正常来说它是香葱头 香葱头就是这种 它是这个扁 这个稍微扁的 这个皮剥干净了 再切成碎就可以了 这个是圆的 这两种用哪一种都可以 那么按理来讲 这个小洋葱头的话 就味道好一些 就是稍微好一点点这样子 那么大家也可以买这种 那么只要把剥皮 剥完皮要拍碎 切得碎碎的就可以了 用刀拍碎就可以 那么下面我们再处理一下 这个蒜头跟香葱头 就是小洋葱头 我们都剁碎了 就是用菜刀 尽量把它剥碎一些 这个是蒜头 尽量把它剥碎一粒 一小粒一小粒就可以了 尽量 不过就是没有一定 尽量把它越碎越好 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香葱头 也是剥碎的 用刀剥碎它 剥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用变子秤把它秤好 那么还有我们做冲油 还有用到这个油 那么油的话 我们用的是菜油 大家用别的油也可以 像一些中油 色烙油 大道油 花生油 这些都可以 就按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我这个价格是 4块钱 这样子的 4块钱 那么我是用这种大桶去买的 大家用买散装的话 可能是稍微贵一些 用这种50斤装的买 那么我这个是刚好一斤 那么是0.55 一斤一两 一斤多一点点 没关系的 因为多一点少一点也没关系 那么这个 大蒜头是 这个也50克左右这样子 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 这不影响了香葱头 这个是香葱头 这个末 这是60克这样子 多一点少一点也是无所谓 这没有具体的影响了 好 那么接下来正式做一下葱油 那么接下来开始做一下葱油 那么这个也叫香油 香油怎么去熬制熬出来 会香一点 那么原味大粉 也是离不开这个香油 这个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关键 那么我们准备了一个 这个大蒜头 然后这个是香葱头 都是切成了末 切碎末 然后再准备这样的一斤主要的油 菜油 那么接下来开始 我们把火打开 这个火的话是中火 也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小 那稍微冷过 然后我们就倒入这个食用油 那么这个油的话 买回来它是生的 我们稍微把它加热 五成热就可以了 加五成热 好 那么怎么看出它是五成热 那就是 根据这样的一个火候 慢慢稍微 然后用手放在上面 感觉那个手有点烫 稍微发烫 这样就差不多五成热了 就是最好不要把它边上有冒烟的现象 冒烟的话 这个油 就是油温升开了 油开了就是几百度了 这样子 如果等下放这个 这个蒜末放下去 它会一下就烧糊了 这样不好 一定要非常的注意这个油温 稍微烫 烫熟就可以了 发烫就行了 那么 手发烫 感觉手发烫 发烫之后 就稍微把火关 稍微小一点就可以了 现在还没有 现在手有点发烫了 发烫了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是香葱末 小羊葱末 都用末 然后就倒下去 可以 烫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就搅拌一下 快速的搅拌一下 不然容易粘过去 现在火烫有点大 稍微改小一点点 改到最小的火就行了 火烫一定按到小火慢慢熬 不然一下就容易 那个油很快就蒸发 浪费掉 而且这个味道不容易熬出来 就一定要用最小的火 一定要用最小的火 好 一定要最小的 这样就不行了 稍微有点干就行了 稍微有点干就行了 好 適当的推动一下 以免这个锅 粘锅底部 容易烧焦 好 那么这样就接着就把这个蒜末也放下去 放下去了 拿着搅拌一下 这个时候闻到的香味更香 比刚才刚刚倒那个香葱末的时候更加香 香味特别的浓 就这样慢慢的熬制了 很香 很香 我一来 稍微的推动一下 不用太用力 现在就很香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叫做姓武牌的叫做乙鸡麦芽 买的时候是大家尽量买这个有两种口味叫焦香型的 还一种是纯香型的 那么焦香型的比较好的 焦就是香蕉焦点的焦 焦香型的这个味道 买了就这么一罐了 那么这个不应该说是一种添加剂 那么它是一种比较正规的 在食品行业都常用 那么这个起到的一个效果是 保持这个葱油的长久的香味 大家也可以不需要放 不放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做生意就是一样的保持的香味 时间长一点持久一点 这里有一克一克的乙鸡麦芽粉 放一克就可以了 液晶油放一克的乙鸡麦芽粉 现在就是看这个炸的差不多干了 我们再放下去 不要太干 就是有点胃黄就可以了 倒下去 倒下去 只要我们搅拌一下 再慢慢的炸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时间没有太长 太长的话 这个这个生的就也可以用 知道吗 生的也可以 现在就可以了 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颜色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我们就这样把它放到一个容器里面 先放到碗里面也可以 一次性可以做很多 不用每天都去做 先把火关掉 就容易烧熟的 这样就行了 火关掉 微微炸一下里可以 只要它不变黑就行了 这个它是由于灯光不太好 这个厨房的话 看起来是黑 但是颜色靠近点 它是不黑的 很微黄 这个很香 非常的香 我们这个葱油熬的也是蛮好的 大家一试以可以做好几斤 先放在碗里面 要有一个盖子的好一些 用的时候拿出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就是要全部拿出来 把倒出来 全部倒出来 我们这油跟这个香葱末跟这个蒜头末都需要的 用的时候就是放在那个汤上面 咬在上面非常的香 大家在做的时候去尝试的时候就知道了 就是注意了一个问题就是煎 好 好 好